第23章 捷径圣所 到2300日 圣所就必捷径 这一句话比任何其他经文 更可作为复理运动之信仰的根基和注实 他对于一切信仰救主 快要复理的人已是耳熟能详 许多人反复重提这个预言 作为他们信仰的口号 大家都觉得他们最光明最宝贵的希望 都寄责在这些经文所预言的大事上 他们已指明这一段预言的时期 要在1844年秋天结束 那时复理运动的信徒 与一般教会抱有相同的见解 以为这个地球或气善的某一部分 就是圣所 所以他们认为 捷径圣所 就是末后大日用火捷径全地 并且这件事要在基督复临的时候实现 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说 基督要在1844年复临 但这预定的时日过去了 主并没有降临 那时的信徒知道上帝的话 是不会落空的 所以必是他们对于预言的解释有了错误 但错误究竟在哪里呢 有许多人不肯耐心地探讨难题的正结 索性就否认2300日的结束是在1844年 他们这样做 全是因为基督并没有照着他们所盼望的时期降临 除此之外 他们说不出什么其他的理由 他们辩论说 如果这个预言的时期果真在1844年结束 则基督必在那时降临 洁净圣所 也就是用火洁净着地 但现在他既没有降临 可见那日期还没有结束 人若同意这种结论 就必须放弃先前对于这个预言时期的算法 他们先前已经查出2300日 是在雅达薛西王重建耶路撒冷的命令生效 就是公元前457年秋季开始的 照着这个起点来计算 则戴伊里九章25至27节所预言的事 都可历历应验 若何腐节 2300年的头一段 就是69个期 483年要延到受高军米塞亚的时候 这在公历27年 基督受洗被圣灵恩高的时候 恰好应验了 在第70个期当中 米塞亚必被剪图 果然基督在受洗后三年半 就被定死在十字架 实在公历31年春 70个期 就是490年 乃是特别为优太人定出来的 在这时期结束的时候 优太人还是坚决拒绝基督 迫害他的门徒 所以门徒便转向外邦人去传道了 实在公历34年 到了此时 那2300年的前部时期 即490年 便终止了 所余下的还有1810年 公元34年 加上1810年 延到了公历1844年 在这时候 照天使所预言的 圣索就必结定 这预言中的前部各节 对于毫无疑问地 按照预定的时候 完全应验了 既有这种算法 一切就都清楚而协调了 只是在1844年 还没有看到什么事发生 来应验 结定圣索这一项预言 现在如果否认1844年 是2300年的终点 就必是全部问题 陷于混乱 又必须否定一些 已经确定是 应验了的预言 所证实的的论点 但上帝在这 复林运动中 已经引领了他的子民 他的能力和荣耀 也已经表现在这运动上 他必不让这运动 就此在黑暗 与失望之中消沉下去 以致被人辱骂为一种 虚伪而狂妄的遭动 他必不让自己的圣言 陷于可疑与混乱的地步 虽然有许多人放弃了 他们先前对于 预言时期的算法 并否定了那 以这算法为根据的 复林运动 但还有一些人 不肯否定自己的信仰与经验 因为这是由圣经 和上帝圣灵的 见证为基础的 他们确信 自己在研究预言的时候 所用的乃是正确的解经法 所以他们现在的责任 就是要坚守这些既有的真理 并要保持这一个方针 继续研究圣经 他们恳切地祈祷 检讨了自己的立场 并研究圣经 要发现自己的错误 他们在预言时期的见解上 既看不出有什么错误 他们便被圣灵引导 对于圣所的题目 做更详尽的考察 在他们查考的时候 他们发现圣经中 并没有什么凭据 可以支持一般人 所相信 这个地球 就是圣所的说法 反之 他们却从圣经中 找出有关圣所题目的 圆满解释 借此认识到圣所的性质 场所和礼节 圣所住者的证言 是那么清楚而丰富 以至这个问题 已经不成绩为问题了 在使徒保罗 治西伯来人的书信中 他说 原来前约也有礼拜的条例 和属世界的圣目 因为有预备的账目 头一层叫做圣所 里面有灯台 桌子和陈设柄 第二层曼子后 又有一层账目 叫做制圣所 有金香炉 有包金的约柜 柜里有成马拿的金冠 和亚伦发过牙的账 并两块约板 柜上面有荣耀基督伯的影 照着圣座 保罗在这里所提到的圣所 就是摩西奉上帝的命令 所建造的圣物 作为制圣者在地上的圣所 但为我造圣所 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 这是摩西与上帝同在西奈山时 所述的指示 那时以色列人在旷野旅行 所以圣所的构造是轻便而易于移动的 虽然如此 它仍是一个十分华丽的建筑物 墙壁是用金金包裹的木板 安插在银座上 顶用帽子盖着 帽子的外层用公羊皮和海狗皮罩着 帽子的内层是精巧地绣着基督伯的细麻布 在外院里有线繁迹的坛 圣幕分为两层 叫做圣所和制圣所 其中用一幅华丽的帽子隔开 在第一层圣所的入口处 也挂有一个相似的帽子 在圣所里 南面有灯台 七盏灯昼夜照亮的圣所 北面有摆着陈设柄的桌子 在圣所与制圣所相隔的帽子前 有金香炉 烟云缭绕 与以色列人的祈祷 天天升到上帝面前 在制圣所里有约柜 使用柜重的造夹木制成的 里外都用金金包裹 其中藏有上帝亲手俊客 十条诫命的两块石板 约柜的盖子就是施恩座 是精工巧制的 上面有两个基督伯 安置在施恩座的两边 都是用纯金锤出来的 在这一层制圣所中 上帝藏在两个基督伯 之间的荣耀云彩中显现 即使西伯来人 在迦南地安居立业之后 所罗门建造的圣殿 便代替了圣木 圣殿乃是固定的建筑 规模更大 但仍是按照圣木的比例 而建造的 各种陈设也是相同的 这个圣殿除了在 戴伊里的时代 一度被破坏之外 一直都保持着这种格式 直到主后七十年 才被罗马军队毁坏 地上只有这一个圣所 圣经也再没有提到 地上有什么别的圣所 这就是保罗所提到 属于旧约的圣所 但新约难道就没有圣所吗 那些寻求真理的人 再把希伯来书研究一下 便发现以上所以的保罗的话中 暗示另有一个属于 新约的圣所所在 他说 原来前约也有礼拜的条例 和属世界的圣物 保罗在这里 既用了也有二字 那就暗示 他在上文已经提到 这个圣所 因此 他们便翻阅前一章经文 在开头的几节中 看到这样的话 我们所讲的是 其中第一要紧的 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祀 已经坐在天上 置大着宝座的右边 在圣所 就是真帐墓里做直视 这帐墓是主所知的 不是人所知的 这里显明了新约的圣所 旧约的圣所是人所知的 是摩西建造的 但这个圣所却是主所知的 不是人所知的 在旧约的圣所中 有地上的祭祀供职 但在这一个圣所中 却有我们的大祭祀基督 在上帝的右边服务 一个圣所是在地上 另有个圣所 乃在天上 再者 摩西所建造的圣所 乃是按照一个模型 而制造的 上帝命令他说 制造帐幕和其中的 一切器具 都要照我所指示 你的样式 他又叮嘱说 要谨慎做这些物件 都要照着在山上 所指示你的样式 保罗也说 那头一个圣所 乃是做现金的一个表样 他是照着天上样式做的 那按立法奉献 礼物的祭祀所供奉的事 本是天上式的形状和影像 而且基督并不是 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 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 乃是进了天堂 如今为我们 显在上帝面前 这个有耶稣在里面 为我们服务的 天上的圣所 乃是伟大的原本 摩西所建造的圣所 乃是一个副本 上帝曾赐下圣灵 给那些建造地上圣所的人 工匠精巧的艺术 是上帝智慧的表现 地板用金金包裹 四面反射 其然金灯台的辉煌光光耀 陈摄柄的桌子与香炉 也都金光夺目 那盖在顶上华丽的曼子 绣着天使的形象 蓝的紫的 珠红色的 五彩斑斓 一森美丽的景象 在第二层曼子里面 有圣洁的约会 在那里可以见到 上帝荣耀的显现 除了大祭祀之外 没有人能进到这里 而仍能存活 这地上圣所无比的 辉煌壮丽 向世人反映出天上圣殿的光明灿烂 在那里 由我们的先锋基督 站在上帝的宝座之前 为我们服务 在这望王之王的居所里 侍奉他的有千千 在他面前势力的有万万 在那个圣殿里 充满着永恒宝座的荣光 还有那光辉四上的守卫者 撒拉夫蒙的脸 崇拜上帝 人手所造极其富力弹簧的建筑物 实不足反映着 殿的伟大和光荣与万亿 虽然如此 那有关天上圣所的重要真理 和在那里所进行救出人类的伟大工作 还是借着地上的圣所 和其中的礼节来阐明的 从地上的圣所 分为两层的事上 可以想见天上圣所的情形 当使徒约翰在异象中 得以看到上帝天上的殿的时候 他见到那里有七盏火灯 在宝座前点着 他见有一位天使 拿着金箱炉来 站在祭坛旁边 有许多箱赐给他 要和众圣徒的祈祷 一同陷在宝座前的金坛上 使徒约翰这次得以看见 天上第一层圣所中的情景 他看到七盏火灯和金坛 这就是地上圣所中的金灯台 和香坛所代表的 后来他又看见上帝天上的殿 开了 显出第二层 曼子后面的至圣所 那里有他的约柜 也就是从前摩西用来存放 上帝律法的圣柜 所代表的原本 这样 那些研究圣所题目的人 得到了一个无法辩驳的凭据 证明天上是有一个圣所的 摩西所建造的地上的圣所 乃是暗展的只是他的模型而造的 保罗也说 那模型就是天上的真圣所 此外 约翰也做见证说 他曾见过这个天上的圣所 在上帝的圣所 就是天上的圣殿里 上帝的宝座是以公义与公平为基础的 在至圣所中有他的律法 就是公理正义的大宪章 全人类都要按此受审判 在存放法版的约柜盖子上 有施恩座 在施恩座之前 基督用他的宝血为罪人代求 这样就显出在人类的救赎计划中 有公义与慈爱相辅并济 这种结合 唯有无穷的智慧才能想得出 也只有无穷的能力才能做得到 无怪天庭全体充满惊奇与赞美 在地上圣所里的基督婆 尊敬的低头看着施恩座 表明众天使如何关心 细茶的救赎的工作 上帝怎能称悔改的罪人为义 并与堕落的人类恢复交通 而同时自己人不施其为公义 基督怎能屈身 就把无数人类脱离毁灭的深渊 把自己无瑕疵的一袍给他们披上 使他们与从未堕落的天使联合 并永远存留在上帝面前 这真是慈悲的奥秘 是众天使所切忘查看的 达加利亚的美妙预言 承论到基督为人类做中宝的工作 说明称为大卫苗义的 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 并担负尊荣坐在父的位上掌王权 又必在位上做祭祀 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 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 由于基督的牺牲与代求的工作 他自己就成为上帝教会的根基和建造者 使徒保罗指明他为房角石 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 渐渐成为主的圣殿 成为上帝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他要担负尊荣 救赎堕落人类的尊荣 是属于基督的 从世世代代直到永永远远 得蒙救赎之人所要唱的歌 就是他爱我们 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 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 直到永永远远 他要坐在位上掌王权 又逼在位上做祭祀 因为荣耀的国度还没有降临 所以现在他还没有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到他做中宝的工作结束之后 上帝才把他祖大位的位 就是一个没有穷尽的国给他 基督现今在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 乃是做祭祀 这与永存的自由拥有者 同坐在宝座上的一位 乃是那担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的主 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 与我们一样 只是他没有犯罪 所以他能达救被试探的人 若有人犯罪 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宝 他做中宝的工作 乃是凭着他那被钉穿 而压伤的身体和一个没有瑕疵的人生 他受伤的双手 被刺的内旁 被钉的两脚 都为堕落的人类代求 人类的救赎 乃是以这样无穷的代价买来的 他要是两职之间筹定和平 天父的爱和圣子的爱 同是堕落人类的救恩之缘 耶稣在离别之前对门徒说 我并不对你们说 我要为你们求父 父自己爱你们 上帝在基督里 叫世人与自己和好 所以他也在天上圣所的服务中 是两职之间筹定和平 上帝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知灭亡反得永生 何谓圣所 这个问题在圣经中 已经解答得很清楚了 圣经中所用的圣所一词 第一是指着摩西所建造的圣物 乃是天上事物的表样 第二是指着天上的真圣物 也就是地上圣所所预表的 这预表的重刺 在基督定死的时候就废止了 天上的真圣所乃是新约的圣所 但一里八章十四节的预言 既然要在这个时代中应验 可见这里所提的圣所 必定是指着新约的圣所了 在二千三百日结束的一八四四年 地上已经有好几百年没有圣所了 因此这预言所说到二千三百日 圣所就必洁净 无疑的是指着天上的圣所而言 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既待解决 就是捷径圣所是什么意思 旧约圣经中固然提出到 捷径地上圣所的种种礼节 但天上的圣所是否也有什么 必须捷径的事物呢 西伯来书第九章很清楚地论到 捷径地上和天上圣所的事 反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捷径的 若不流血 罪就不得赦免了 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 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捷径 但那天上的本物 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捷径 那就是基督的宝血 无论是表号性的圣所 或者是天上圣所的真体 都是必须用血去捷径的 前者是用度物的血 后者则用基督的血 保罗提到捷径时 必须用血的理由说 若不流血 罪就不得赦免了 罪得赦免或是被涂抹 就是这捷径工作的目的 但罪究竟怎能与地上 或天上的圣所发生关系呢 关于这一点 我们可以从预表性的重刺上 得到解释 因为地上祭祀供奉的事 本是天上式的形状和影像 地上圣所中供奉的事 可分为两部分 一是祭祀们每日在圣所中的服务 一是大祭祀每年一度 在至圣所中执行赎罪的特别工作 以便洁净圣所 平时天天有悔改的罪人 带着祭物到圣母门口 按手在他头上承认自己的罪 如此就在表号中 把自己的罪移到无辜牺牲的身上 然后就把这祭物宰杀了 使徒保罗说 若不流血 罪就不得赦免 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 上帝的律法既被破坏 就规定违犯者必须以命抵罪 那代表罪人受死 并为他担当罪责之牺牲的血 被祭祀带到圣所中 谈在漫前 在漫子背后就是约柜 柜中藏有罪人所干犯的律法 这种礼节预表罪贱的血被移到圣所中 有时祭祀不把血带到圣所中 但寄生的肉必须由祭祀吃掉 正如摩西吩咐亚伦的子孙说 主又给了你们 为了你们担当会中的罪孽 这两种礼节都是同样的预表罪贱 从忏悔者的身上转移到圣所中 这种工作日复一日地进行着 一年到头都是如此 以色列人的罪既然是这样的被移到圣所内 因此便需要一种特别的工作来清除这些罪 上帝曾吩咐人 要为这两层圣所各行赎罪之礼 他因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过犯 就是他们一切的罪迁 当这样的圣所行赎罪之礼 并因会幕在他们污秽之中 也要照样而行 祭坛上也必须行赎罪之礼 为了洁净了坛 从坛上除掉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 使坛成圣 一年一度 在赎罪日 大祭祀要进到至圣所 做洁净圣所的工作 这种工作就把全年的虫寺 做一个结束 在这赎罪日 祭祀要带两只公山羊 到圣物门口 为他们捻鸠 一鸠归于耶和华 一鸠归于阿萨谢乐 那归于耶和华的羊 便要被杀 作为百姓的赎罪祭 大祭祀要把他的血 带到圣所的蔓内 弹在施恩座上面和前面 同时的血也要弹在曼子前面的香坛上 亚伦要两手按在羊头上 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 过犯 就是他们一切的罪迁 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 借着所派之人的手 送到旷野去 要把这羊放在旷野 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迁 带到无人之地 这只归于阿萨谢乐的羊 不再进到以色列人的帐户中 至于那带这只羊 到旷野去的人 在这禁营之前 必须洗净身体和衣服 这全部礼节 原始要使以色列人 对于上帝的圣洁 和他如何赠物罪恶 受到深刻的印象 并要向他们说明 他们若与罪接触 便不能不沾染污秽 当这种赎罪工作 正在进行的时候 每个人要刻苦己心 把一切事物放下 无论何功都不可做 以色列全会中 在这一天要在上帝面前 严肃谦卑 祈祷进食 并深刻地醒察自己的心 这表号性的重刺 对于赎罪的重要真理 富有教训 罪人虽然有了一个替身 但牺牲的血 并没有立即把罪债勾销 只是预备方法 把罪移到圣所 借着血的奉献 罪人承认了律法的权威 和自己干犯律法的罪 并表示自己信仰 一位未来的救赎主 使自己的罪孽得蒙赦免 虽然如此 罪人还没有全然脱离 律法的制裁 在赎罪日 大祭祀既从会众那里 取了一个祭物 就把这祭物的血 带进至圣所中 谈在那折盖律法的施恩座上 建议满足律法的要求 然后他以中宝的资格 把罪附在自己身上 带出圣所 随后他两手按在那 归于阿萨谢乐的山羊头上 把这些罪都承认出来 这样就在表号中 把罪都转移到羊身上 然后这只羊便担当罪孽出去 被放逐在旷野 这些罪便永远以百姓 隔绝了 以上崇祀的礼节 是在那按照天上式的形状 和影像所造的圣所中举行的 地上圣所中所行的各种 表号性的崇祀 在天上的圣所中 都要真实执行 我们的救主在升天之后 就开始他的工作 做我们的大祭祀 保罗说 基督并不是进了 人手所造的圣所 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 乃是进了天堂 如今为我们 显在上帝面前 在全年之中 祭祀都是在第一层的圣所里 也就是在那分隔圣所 与外院的蔓子内供职 这是代表基督升天之后的职务 地上祭祀 每天的职务 是把赎罪祭物的血 以及和以色列人的祈祷 一同上升的香 奉献在上帝面前 照样 基督也在天父面前 用自己的血 为罪人代求 同时也把自己 公衣的心香 与悔改信徒的祈祷 一同陷在天父面前 这就是天上第一层 圣所里的工作 当基督在门徒眼前升天之后 他们的信心就随着他进入圣所 他们的盼望都集中于此 正如保罗所说的 我们有着指望 如同灵魂的毛 又坚固又牢靠 且通入漫内 做先锋的耶稣 成了永远的大祭祀 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 乃用自己的血 只一次进入圣所 成了永远赎罪的事 基督曾在第一层圣所中 执行这种赎罪的工作 凡一千八百多年 他的血 曾为悔改的信徒代求 从父那里领受饶恕和悦纳 同时他们的罪 还留在记录册上 在地上圣所的表号重刺中 到一年结束的时候 必有一番赎罪的工作 照样 在基督为人类所做的 救赎工作完成之前 也要行一番赎罪的工作 从圣所中清除罪迹 这就是在二千三百日 结束的时候开始的工作 那时按照先知但一礼所预言的 我们的大祭祀 进了至圣所 去执行着严肃工作的 最后一部分 就是 洁净圣所 按照古时的规律 百姓怎样凭着信心 把罪放在赎罪祭身上 并在表号上借着他的血 将罪移到地上的圣所中 照样 在新约时代 悔改的人 必须凭着信心 把罪放在基督身上 并将罪实际上 移到天上的圣所中 再者 这捷径地上圣所 表号性的工作 必须怎样把那 污秽圣所的罪除掉 才能完成 照样 那捷径天上圣所的 实际工作 也必须把它记录在 圣所里的罪除掉 或是涂抹 然后才能完成 但在完成这事之前 必须有一番审查 记录册的工作 以便决定 随时因悔罪改过 信仰基督 而有资格 得蒙救赎的人 从此看来 捷径圣所的工作 势必包括一种 审查案件 也就是审判的工作 这种工作 必须在基督 来救赎的子民 之前完成 因为在他来的时候 他是要带着赏罚 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 这样 那些随着预言的亮光 而研究着圣所题目的人 到此便恍然大悟 知道在2300日 结束的1844年 基督不是要来到地上 乃是要进入 天上的制圣所里 去执行结束赎罪的工作 准备赴灵 此外 他们也看出 赎罪的祭物 预表基督做牺牲 同时大祭司 也是预表基督做中宝 归于阿萨谢勒的羊 则预表罪恶的创始者 撒旦 凡真实悔改之人的罪 最后都要归到他头上 当大祭司 凭着赎罪 寄屋之血的功劳 把罪从圣所中 移出去的时候 他就将罪 泄在阿萨谢勒之羊的身上 照样 当基督凭自己的血的功劳 把他百姓的罪 从天上的圣所中移出 来结束他的服务工作时 他便要将这罪 写在撒旦身上 在执行审判的时候 撒旦必领受到 最后的惩罚 那归于阿萨谢勒的羊 要被流放在 没有人烟之地 永不再回到 以色列的会众中 照样 撒旦也必从上帝 和他的百姓面前 被永远赶足 而该在罪恶 以犯罪之人 所遭受的最后毁灭中 永远消灭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谢谢大家